安松根的銅像之外 当年他开枪击毙伊藤博文的火车月台 也有标识和文字说明介绍事件经过 向龙国副省长孙姚出席揭幕仪式 表示设立纪念馆是希望给民众记住历史 珍惜和平 南韩政府对纪念馆的落成给予高度评价 1909年争取夺离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人安松根 趁日本第一任首相 时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到哈尔滨和俄罗斯官员会面的时候 在哈尔滨火车站开枪击毙伊藤 当时东三省被日本侵占 安松根职场被捕之后 移交日方之后被处死 而南韩就一直视安松根为民族英雄 去年南韩总统扑锦惟访华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在哈尔滨火车站为安松根立臂 日本内国官房长官菅义伟 曾经批评南韩的做法 认为安松根是罪犯 不应该为他立臂 毛斯尼斯基者到斯维报导